台湾九汉部与台中建案抽出的地下水 经过过滤进化成了民生用水来源之一 经济部长王美花17号也前往台中视察 来到了工地 不过巧合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前一步来视察 也被外界质疑两个人是否在刻意回避 不想同框 卢秀燕市长反驳 目前水情吃紧不要挑拨 也说台中市府是努力配合中央找水员 再协助找地来放进水设备 中央地方紧密配合 经济部长王美花南下台中首站就到乌西 视察抗旱2.0的情形 既有的这个浮流水跟现在在新增这个水源 未来到五月底的时候可以增加5.5万吨 九九干旱部与经济部急得到处找水 就连建案工地的地下水 也成了民生用水的来源之一 台中不少新建工地抽出的地下水 经过过滤进化后 可以纳入自来水管线系统使用 而这处工地每天预计可供应1.05万吨的民生用水 平常的时候一天大概是145万吨 最近的供五停二之后效果非常好 所以现在其实有降下来了 一天大概120万吨 不过早在王美花来视察前 台中市长卢秀燕就已经先来视察 并且要求台水公司务必要严格把关水值 并喊话要求中央积极找水源治水 但外界也好奇这是否就是刻意回避 王美花不同框 卢秀燕连忙反驳 拜托现在是水停的时候不要再挑拨 我们愿意全力配合中央市民朋友可以喝到毒量 而且适当干净有品质洁净的水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卢秀燕表示台中市府全力配合中央找水源 找地方进水设备 也表示尽管到五月底可以维持供五停二 但就怕五月底再不下雨 旱灾扩大 希望中央超前部署预备更多自来水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